你現在收看的是國防線上陰眼控藏空 為維護我國主權及保障漁民應有的權益 日前由海軍編組作戰支隊與海軍署共同執行聯合護漁任務 宣誓政府護漁決心 事實上在這項海空綜合操演中 國人除了在畫面上看到基隆籍軍艦及幻象戰機等精銳武力外 在25000尺的高空還有一個大家看不見 卻又肩負重要監真任務角色的E2K空中預警機 透過優異的預警及指管能力 有效提升國軍聯合作戰戰力 成為執行聯合任務時的重要平台 共同擔負我國空防的重責大任 由於台海縱深短潛 我國空軍為增加防空預警時間 在民國82年5月向美採購第一批四架E2K型鷹眼空中預警機 88年7月再向美國採購第二批兩架E2K型預警機 接續完成各項訓練後 預警機中隊於95年4月正式成軍 構成綿密的空中預警網 象徵我國空防漫入嶄新里程 為了持續提升空中預警戰力 空軍後續以陰影三號為代號 執行四架E2K型機的性能提升 以海運採整機裝船方式分兩批次 每批兩架赴美之型結構改造為E2K型機 先後於100年12月中旬即今年3月上旬運返國門 完成性能提升的E2K型預警機 除可減低人員操作複雜度 機隊構型統一外 更進一步具備精確定位目標 大幅增強敵我識別能力 提升直管能力 及不易遭敵干擾等多重作戰效益 不僅實質降低後勤維保成本與時間 在戰地升級的同時 也兼顧機隊管理效益 有什麼問題? 購改之前是屬於四頁螺旋槳 購改之後提升到八頁螺旋槳 除了可以增訂飛機的穩定性之外 後艙的裝備提升 運用這個空中預警雷達的效益 除了可以偵測我對面 或是我相關戰場周遭環境有關的動態 來做相關的早期預警動作之外 可以將相關的訊息運用相關link-126 周遭的一個情資傳遞給 不管是海、空、陸的相關情資 運用這個狀況警覺 提升它的一個整個狀況SA的掌握 並且透過共同同項 來增進我國軍聯合作戰的效益 購改之前跟購改之後 最大的差別是在於它的螺旋槳 最明顯就是外觀上 就是獎頁的變動 本來是四頁 然後我們現在更換為八頁 相關裡面的比較更精細的話 就是比如說在空中的話 它提供的一些保護的功能 像調數的話 本來是由機器的調數 更換為八頁以後就由電子的調數 由電腦去控制 那在相關來講 在精確性方面就可以更為的精細 在英年三號接莊典禮上 參謀總長嚴明上將 齊免空軍 因持續建構可視戰力 在防衛護手有效嚇阻的戰略指導下 以創新不對稱思維 建立量小直筋的堅強武力 以捍衛國家安全 今天舉行這個接莊典禮 我們見證E2K行機的接莊 正是這種勇於面對挑戰 不畏懼艱困的一個具體表現 也象徵了我們空中預警 與指管能力的再強化 中華民國空軍擁有悠久光榮的歷史傳承 今後更應該秉持中勇軍風 堅定必勝的信念 與光榮的英知 展現在台灣的領空之上 確保空防戰力 作建一支平日能救災 暫時能打仗的一個優質禁旅 地面上已經正式成軍了 那旅遊2T改成2K 相信針對裝備的部分的話 還有地面人員的帶來一起齊心努力 相信可以完成上面交代我們所有的任務 不管是收救方面 或者是海型 還有空中戰術天正的部分的話 相信只要人員跟裝備 都一定會達到最大的效益 前瞻未來作戰需求 及因應重大災害發生時 能適時擔負災區空域管制任務 有效降低災損 完成性能提升反國的E2K空中預警機 未來加入作戰序列 擔負戰備任務 不僅增進機隊整體管理效能 更能縮減修復作業時間 提高任務達成率 中華民國空軍擁有悠久光榮的歷史傳統 陰眼三號專案如今已全數順利完成 可以更有效提升國軍預警反應能力 成為平日能救災 戰時能打仗的國防禁律 為台海安全提供最堅實的屏障 擔任國家領工最称職的守護者